云林的福茂科技公司 两死三丧的公安意外 下午呢 检察官再次来到了现场 跟营造还有职安单位的人员 进行二度勘察 而目前现场的天气状况呢 开始吹起了大风 甚至有阴下再次掉落的惊险画面 目前最新联系要请记者李银轩 来带我们掌握 好 诸位各种朋友 持续为您来关心 云林福茂科技公司 两死三丧的公安意外 你可以看那么过去呢 现在在下午两点左右 现在呢现场是有起风的状态 现在起风状态还没开 全部拆完的阴架 有些悬挂在上面 被风吹得摇摇欲坠 而且还有公安在上头呢 进行拆除 而且就在刚刚的时候 检察官也二度 来到现场进行勘验 就在检察官进行勘验的时候 突然间他的右手边的阴架 被风一吹又一整片的掉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我们也看到呢 阴架掉下来的瞬间是吓坏检察官 跟相关人等在下方进行勘验的状况 因此他们也逐渐来往后退 以侧安全 而现场也有来到了 就是搭阴架的这一个营造公司的 负责人 疑似也在现场 我们也有遇到他们来问一下 他们稍早的看法 马上要拆了 今天就会拆完吗 大哥 大概什么时候会拆完啊 两块最快的时间 但我们也看到 疑似是营造建设的人 那是不愿意多说 只说今天会把剩余的硬架给拆完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情形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